哈囉,大家好,我是Binbob 最近很流行真無線耳機 而我手上的這一款 是一款很不一樣的耳機 它的名字叫做Nokia Power Earbuds 超長戴真無線耳機 那它到底續航力有多長音質好不好呢? 那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吧 Let's go 好,話不多說 接下來我就一邊拆一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真的這一款耳機 是我自己跟Nokia主動去借測 因為我覺得它的規格非常特別 為什麼它的電池會這麼大 那到底續航力有多長 那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 它的配件如下 有說明書保護卡、傳輸線 兩副替換用的耳塞 那連同本體上面一共大中小三副 還有Nokia Power Earbuds 好,這個充電盒真的好大 應該是我看過所有的真無線裡面最大的 Nokia Power Earbuds標榜超長戴機 因為這個充電盒內建3000mAh的電池 那官方說它可以待機150個小時 可以替耳機充電20次 那差不多算起來 等於我出國5天4夜都不用充電 連續的續航力非常猛 那它耳機的本體的造型也很特別 跟一般的傳統的真無線耳機比起來相對的大 那它會做這麼大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它採用6mm的石墨烯 驅動元件 所以它的音腔也做得相對的大 而且你看這個導音管的開口也相對的放大 矽膠耳塞也是大口徑的短板耳塞 那聽起來怎麼樣呢? 那我們直接來用用看 接下來我們就實際來使用 然後來聽幾首歌看看 那它採用觸控介面 一拿起來就會立刻進入到配對模式 那清出耳機就可以開關機 摸一下就可以暫停或播放 那長按可以互叫Siri 或互叫Google助手 很不錯 用觸控5加分 好 實際聽了幾首歌下來 我發現它的音質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好 那怎麼說呢? 應該是我目前聽過幾款 正無線耳機裡面最好的一款 它解析度很好 就好比說我剛剛聽的一首紅髮艾德的歌 這首歌我聽了很多次 我用了不同的耳機都分別有聽過 那我就發現其中有一段尖重 有時候像我用AirPods Pro 那聽的時候 你會發現樂器的聲音是這樣子平平的 所有的樂器是混合在同一個聲道裡面 可是用Nokia Power Earbox 你會發現它的樂器跟樂器之間距離分開了 那它音場也更加開闊 那如果說用AirPods Pro的音場的範圍在這邊的話 那Nokia這一款的範圍應該就有這麼快 你就會覺得它的聲音更開闊 更好聽了一些 整個測試下來 我覺得Nokia Power Earbox 它的音質表現上面真的很不錯 續航力也非常猛 耳機本體還具備IPX7的防水 可以在水下一公尺30分鐘 所以如果你要帶著它下雨天出門也沒有問題 它是很適合上班、旅遊 或者是跟自己獨處的時間拿出來使用 音質優先是這款耳機最大的優點 重點是它很便宜 它的售價只要2,990 好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最後我要跟大家說 我有跟Nokia拗到另外一組全新未猜的Nokia Earbox 我要來辦抽獎 怎麼樣送給課者呢 就來看一下我的貼文的活動辦法 OK就這樣 我是雲霸 謝謝大家 掰掰 嗯 輸了 instruments 房子 joke 齊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